为了让北海岸的长者能够提早了解自己有没有罹患失智证兆 特别和兆丰基金会在中山堂举办北海经健康老人早期智能失智筛检活动 而活动现场来自三支石门、金山以及万里的老人会成员都一起来共享盛举 一群老人跟着引导人员的指示进行各项检测 台大医院金山奔院为了让北海岸的长者能够提早了解 自己有没有失智证兆 特别与兆丰慈善基金会在中山堂举办北海岸经健康老人早期失智失能筛检活动 而在活动现场来自三支石门、金山以及万里的老人会成员都一起来共享盛举 居家兆丰 那豪院长这一次把金山分院带到另外一个里程碑 是重视我们的急重的医疗还有复健的医疗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北海岸的相信非常重要 那这个也是我们中院会持续关照 还有支持我们黄院长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进展 台大医院表示其实老人失智对于一个家庭是相当大的负担 若能够提早发现就可以进行初步的预防以及治疗 而要预防这类型的老化疾病最好的方式就是促进血液循环 因此在现场许多贵宾也在台上一起与台下的长者 带动跳起健康操 1 8 2 2 3 4 5 6 7 8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65岁在疫情上称为社老人人口 台湾将来要迈入这个老年的社会 所以其实及早发现 这些社区的失能失智的老年 及早发现我们及早用团队来介入的话 就可以避免他这个情况持续的恶化 在我们前后两位一位坚叔 现在一位是大人哥 两位黄院长的一个所有带领所有的团队 对我们北韩四乡的乡亲 一个付出跟一个这个照顾 那老人福利一直是我们新北市长 朱利林朱市长最重要的施政的一环 在活动现场除了替长者做失智失能筛检之外 还有与金三卫生所合作进行免费的癌症筛检活动 相当多的摊位都是为长者量身定做的健康检视 让北韩的长辈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记得是端艺金三采访报道